假如说这个六四是发生在1986年85年 那时候我正在上学的时候 我是一定要去参加和其他学生一样 去参加思维 去游学 去要求民主 去要求自由 我是5月20号戒严令发布以后 我们整个3月9月1日六四就去向北京进发去执行戒严令 5月20号一直到7月中旬一直在北京参加了整个戒严活动 我们116四是整个20多万件所谓20万件部队之一吧 我们是从东面广场进去的 是按照原则上我们是第一个进入广场 因为我们116四是最好的部队 但是因为就像我说的 我们师长徐峰看到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部队迟迟没进到天门广场 只是在6月5号才被38军军委处长带着士兵 把我们领进了或者是压进了天门广场 部队那时候就开始传了说有报名 那杀伤的解放军那可能是一种宣传 为了激励士气吧 但事实上各个实际的话 是当时军队或者武警被杀死或杀伤的 有中央电视来看 但是是极个别极个别 很少和那些相对死的市民都死的很少 我就是在广场看着看 当时我就发现了一个裤子上有个弹洞 一个棉袄网 那个有血迹 我是2002年也是第一个 到现在30年也是第一个 我觉得有义务 就是把我所看到的一个事实 把真相告诉大家 虽然以前有很多学生 学生你就要市民见证了 把他们经历 但是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 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部队 那之前部队的那个角色来叙述 这个六四的真相 所以我有义务 有这个义务 我觉得历史教会 我就说出来 让大战是从另一个角度 制造六四的真相 包括我在澳大利亚 有很多世卫游行 很多世卫游行 上级游行 游行很过分了 包括世卫者可能有些过分 包括警察也可能 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过分 但是他再过分 再过分 他没有去用真枪实弹 去镇压人 而且当时就是 首都老百姓就像说 都是平民百姓 他们也就是为了民主自由 也没有任何就是 行事犯罪 我觉得政府出动军队 向守护春节的百姓 为了维护他们的自己 政权和利益去杀屋 我觉得这是一种 很耻辱的事 而且也是一种 原来是犯罪的行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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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